前央行经营处长 实验他上周末投书 评论了货币政策 而央行昨天是大阵仗回应 罕见的在礼监事会议召开之前 公布了具体数据 表达台湾目前还不到升息的时机 以及维持要适度宽松的立场 这等于是在暗示说 3月礼监事会议的时候 贴放限率将会连续11计 按兵不动 逐渐总出预估 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1.07% 这距离国际标准的2% 还有这个警戒线 还有不小的差距 而物价不构成疑虑 就是央行贴放利率 没有必要调升的原因之一 而央行内部研究还发现 台湾经济成长动能 还没有到产能绝开的阶段 所以不适合升息 否则可能会阻碍经济成长